草莓總苗 隨著氣候的變遷 草莓總苗的育苗難度逐年增加 一般的育苗廠承受了相當多的病害損失 因此我們苗栗區農業改良廠 從2014年開始 開始進行品種改良 我們以風箱作為清本 來開始跟種源進行雜交 經歷了三年的品種適應性的檢測 以及後三年的果實品質的檢測 推出了草莓苗栗一號煉香這個品種 這個品種不僅是它的繁殖力強 產生的種苗數量夠多 另外它的柱形也比較直立好管理 它的果實大而美形 另外它也是目前糖度最高的品種 相信能帶給消費者新的草莓滋味的體驗 另外也能夠促成草莓品種多元的永續發展 一般米食加工業者 大多以儲藏一年以上的米原料 來進行加工 那成化的過程當中 不僅會增加米倉儲的成本 以及提高倉儲的風險 也會逐漸喪失米食的新鮮風味 農委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廠 經過九年的育種改良之後 譯成了可以短期儲放即可加工的水稻再來米品種 台中鮮18號 然後這個台中鮮18號它具有風產 帶肥試用效率高的特性 不僅可以在冠型栽培之下獲得風產 非常適合在低投入的友善栽培環境之下生產 那有利於農民的收益 以及政府預設友善栽培制度的推廣 它短期盛放的特性 即可加工製作挖粿米粉絲的特性 除了可以降低成化過程當中的倉儲成本 減少倉儲的風險之外 那由於它加工的品質良好 口感軟Q更保留了米的新鮮風味 可以提升國產米加工米的品質 預期推廣之後可以獲得民眾 以及加工業者還有消費者的歡迎 延續我們以往的這個品種發表 從11 12 13 14 這是一個優良的耐熱品種 那重點是在於說 那跟13號不一樣的是說 它裡面的果肉色是橘色的 我們用紅色的字來表現 那它的外觀網紋是細網紋類型 這是有別於說 我們傳統大家認定的日本粗網紋類型 是不一樣的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FORMOSA style的一個 楊小瓜品種 那我們這個品種它有相當大的特色 就是在於耐熱 那大家也知道現在氣候變遷 我們熱的季節越來越長 這個能夠耐熱的話 在我們台灣的競爭力才會出來 再過來呢它就有抗病 所以它在田裡面種植 可以撐到很後面到採收期 它的糖度就會出來 然後採收率會很高 這對於說我們以後 往那個有機有香農業栽培來講的話 那農民它本身種這個品種 就會比較有好的產量跟收益 那這是一個相當優秀的品種 品質當然是很好 才會在這邊做展出 跟各位介紹這個新品種 以後可以嘗試來做一個種植的選擇 那我們的高雄廠育成了高雄三號紅林 它是一個華人非常喜歡的紅色系 然後花花片寬度大概在11到13公分 然後全年的切花產量非常穩定 大概在6到7隻 所以是一個非常好的品種 火荷花的繁殖 它是利用葉片的誘導 它不定牙再生 那目前我們在誘導的過程中 從平秒出品到開花只需要10個月 那大概開花率可以達到50% 高雄三號紅林它的切花產量非常好 然後品質也非常穩定 那我們希望建立它相關技術之後 將來能夠量產給農民栽培 然後讓火荷花的產業能夠更大的提升 目前台灣的始祖在台灣的話 大多由國外的業者所引進 那他們一般在市面上稱為叫五彩始祖 那在台灣生長的話 那因為它這個五彩始祖在 目前是屬於在溫帶跟農溫帶的分布 那在台灣的話是屬於亞熱帶 那生長情況幾乎都不好 那我們本廠有見於此 就藉由本土種的十足跟商業品種雜交 雜交之後我們需要就選出了耐熱 即聚帶香氣的三種品種 那麼三號的話 台東三號的話 那在夏季的話 它生長情況會比較不好 但是由於它的花香 所以我們這部分會 後續會進行再做一些改進 即雜交的動作 希望在未來的話 我們能推出台灣自有的十足品種 台灣彈鴨的飼養量大概是兩百萬隻 那這個一年的話呢 可以生產到五億顆的鴨蛋 那一年的話 最高會大概有十七億的這個產值 那這些鴨蛋呢 其實就是在我們日常中 就會變成皮蛋跟鹹蛋 這些加工蛋的這個主要的原料 那這個鴨蛋呢 在生產的時候呢 它這個整個生產成本當中 飼料的成本大概是佔總成本的百分之八十四左右 那因為近年來這個飼料原料的價格 結結的在上漲 那續產資源所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 那從高產蛋的核色菜鴨蓄式一號 針對殘叉飼料採食量這個形狀 那去進一步做選拔 那經過了十年選育出來這個新的核色菜鴨高四效品系 那這個品系呢 可以跟它的來源品系生的蛋一樣多 一樣好但是卻可以吃的比較少 那每天採食量大概可以減少十三克 那減少一成的飼料的費用 那這個品系呢 即轉到總鴨廠以後呢 一年估計可以減少大概三千到四千萬元的這個飼料的費用 那蛋鴨廠的部分呢 一年大概可以多四十萬元的這個受蛋的收入 那這個品系呢 可以就是作為純系的育種 那或是與總鴨廠自給我的品系去生產雜礁的這個蛋鴨總員 那也可以直接作為高四效鴨蛋的生產品系 機粉直接適用在農田上 它會有臭味還有蒼蠅環境衛生的問題 那我們農業實驗所研製的一個機粉造立的一個技術 它可以克服這一些問題 還有它的硬度高密度也高 它可以節省儲存還有印濕的一個空間 還有成本 我們希望能夠跟廠商合作 能夠改善機粉使用到農田衍生的一些問題 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機粉的回料效益 本技術是開發植物工廠 新興的香腥作物紫書 以及瓜類根簪架間苗 栽培用的冷蔭及螢光燈具的應用 及這個開發的技術 那本技術呢 目前主要是開發這兩種作物的 栽培的光譜 那在目前研究上面 已經研發出紫書專用的冷蔭金螢光譜 以及瓜類架接苗的一個栽培的光譜 那在紫書栽培上面 它可以增加紫書生育 以及它的一些機能性成分的提升 那在瓜類架接苗的培育上面 它能夠增加架接之後癒合的效果 以及後續架接苗生育的一些生長式 對日後在瓜類栽培上面 它的產量以及品質都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那目前本技術已經完成技轉 那相信在日後廠商在推動上面 以及在植物工廠的應用上面 都能夠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燈具 目前在相關的成本估算上面 它相較於現行的一些LED的燈具 大概有降低接近三分之一的成本的一個效能 所以在日後有關植物工廠開發 以及建置上面 相信具有相當高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潛力 近年來推廣種植雜糧 例如蕎麥跟藝人 但是因為採收後需要進行這個脫殼的作業 因此台中區農業改良廠研發第一台 蕎麥專用的小型的脫殼機 那這台機器已經技轉兩家業者 那也具有兩項新型專利 其中一項是專利的一個離心盤體 它可以降低稅利率一層 以及特殊的一個風箱結構 可以很快速的將這個粒粉殼分開來 那相關的一個產品就是蕎麥粉的部分 它可以製作麵條 那蕎麥粒的部分 它可以生產我們廠裡面一個特別的商品 那像這個是我們廠裡面研發的 蕎麥特的一個商品 那這個是可以控制血糖 那我們吃了之後血糖不會增加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這個蕎麥殼 這個蕎麥殼它可以做文創商品 例如抱枕 還有生機構是它可以提煉雲相關 就是這個特別的成分 這一台機器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它可以有效的把這個粒粉殼有效的分開 並且在這個脫殼的過程當中 這個蕎麥粒它的稅粒率會降低 那我們今天研發這個機器可以提供 我們國內的小型農友來試用 農委會持續推動大糧倉計畫 以補貼來鼓勵農友種植進口的替代作物 那我們花蓮區農業改良廠呢 推薦農友種植本廠育成的 花蓮1號和花蓮2號大豆品種 並且採行有機栽培作為市場區隔 那為了支持大豆有機栽培生產技術呢 本廠依據生產規模 陸續開發了合宜的農業機械因應 那因此 在政策和技術的支持底下 花蓮有機大豆的耕作面積持續增加 自101年的11公頃 已經提升至107年的200公頃 那目前在大豆的生產鏈中 採後的組閘選別分級作業 仍然耗時費力 那相較於進口的大豆 我們國產大豆的生產成本比較高 而且品質比較故意 所以影響了加工業者採用的意願 那為此本廠開發了大豆選別分級設備 那設計了這個立體化的多層的傾斜輸送袋 那利用這個良裂品大豆在傾斜輸送袋上滾動的路徑不同呢 達到選別分級的目的 經過最佳化的調教呢 我們設備的良品選別精度可以達到99% 那而且作業能力達到每小時200公斤 換算下來呢 我們處理每公頓的大豆 所需要的人力成本只需要750元 那而且我們透過國產化 大幅降低設備成本60%以上 那協助農友在有限的資本底下 提高大豆的品質 而且提高市場的競爭力 藥病無性肝炎是國內腳壓重要的動物性疾病 一周年以內的小鴨蛋感染死亡率有9成以上 鴨冰乳性肝炎軟化抗體呢 是為了解決國內養鴨業者 因為鴨冰乳性肝炎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而研發的 整項技術呢是利用鴨冰乳性肝炎疫苗 免疫在母肌產生的雞蛋 從雞蛋中萃取出抗體而製成的 那本項技術呢可以每劑量是0.5cc 那利價有在1000倍以上 一日零及十日零更免疫一劑量 就可以達到小鴨有效的保護能力 那本項技術的特點就是利用低成本而萃取出高量的抗體 一日零的小鴨免疫之後一個小時 它的血中抗體就可以達到有效的保護濃度 並且可以維持十天 那比起一般的疫苗五到七天才能產生保護效力 可以說是非常快速有效 國內一年有3000萬頭的除鴨 這項技術除了可以帶給動物疫苗業者 銷售上的效益以外 重要的是可以預防國內壓病毒性肝炎的發生 維護養鴨業者永續發展 本技術所開發的WG技術 因為製程減變無需經過高溫的處理 所以相較於傳統的技術 擁有比較良好的微生物菌素的維持 所以可以有較優良的分散性 這樣的技術也可以促使國內的農藥生產業者 可以提高他們對維生物製劑的開發的技術提升 以利於永續農業的進行 此製程技術可提升維生物農藥的技型品質 製造出穩定性更佳且使用便利的安全農藥 它可以適用於市面上大部分的維生物種類 藉此提升國內維生物農藥生產技術 促進安全植物保護制裁的應用與推廣 建立永續的農業生產環境 那種植種苗是農作物生產的基礎 品質更是我們要求的唯一目標 在國際檢查或者是國際邊境的檢定技術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茄科種子在整個蔬菜種子的產業達四成以上 那台灣的種子規模是三億美元 那蔬菜的種子的整個市場是一千兩百萬美元 那我們開發這個技術是為了種子種苗的品質 那我們這個技術呢其實是受到防檢局的支持之下 我們去做了六種類病毒的檢定 那生技公司很欣賞我們這個檢聽方式 所以今年呢跟我們接洽完成了這個計轉工作 那在一個反應試劑裡面可以完成十一種病毒加類病毒的檢定 那過去可能要花上十四到十四天以上的這個檢定期程 跟上萬元的檢定費用 在這個方法之下呢我們可以將近省掉百分之五十的費用 縮短檢定期到百分之二十五 那這樣子的成果呢是由台大的孫偉強老師 防檢局跟我們種苗廠的技術合作 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產官學的合作案例 我們要去找任何時候才能選擇 如果想要花上十五個目的改正 我可以在找任何時候才能找到 黃金山裡的照片 我們就能找到幾個目的改正